今次講什麼呢? 今次講什麼呢? 今次自己就開定那個Facebook呢? 去回這個 它是保安局還是香港警務署的Facebook呢? 這個鄧炳強那條片呢? 鄧炳強Facebook啊! 鄧炳強Facebook啊! 這個我看了這條片 是小老千大騙徒還是大老千小騙徒? 你先查一下 即是要先開門先 因為這條片都很出位 這條片真的很好 一看標題 之前還沒看的 這條片叫做小騙徒大老千問號的 片長不是很長的 兩分多鐘的 最好笑這條片就是什麼呢? 即是說他這條片未開波已經騙了我們 因為所謂那個老千是演員來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麼無聊看 因為首先你見到那個畫面 他有個預覽畫面就是兩個人 一個鄧炳強在那裡 另一個聲音經過處理 戴上這個Cat沒有口罩的一個人 就是被捕的老千 但問題是 騙徒由演員飾演 這是第二件事 第一件事有觀感 很明顯鄧炳強就是那個老千 是不是? 你看那個標題 不是的 兩個標題 不是的 一個小騙徒剩下那個人 剩下無聊攝影師 我覺得警察這些做圖或公關的事 我覺得全部都是手足做的 例如你去太子站門口 前面有個警署的 警署門口就說 你有個謊言與真相的海報或圖畫 對著白身一的位置 拍照的位置 很明顯的 是的 就說你的真相 就像穿一件衣服 就穿一件底衣服 然後在外面有一個拉鏈 可能一件外套 就是謊言 我想他的設計的概念 就是你要拉開外面掩蓋真相的謊言 你看到特別的內衣服 就是真相 但是因為拉鏈你沒有一個動作 究竟你是把謊言拉上一條拉鏈 蓋著真相 還是如他所料是想拉開了 拉開了謊言 讓你看到真相 這個就是看不到警察的動機在這裏 他是不是拉鏈拉上那個呢 拉鏈拉上那個 就是 是吧 所以警察發覺保安局現在的文宣都是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有心滑他 大佬千 小騙徒 兩人就在那裏 那你還不是大佬千 你以為你是小騙徒嗎 我不會這麼看不起你吧 看不起他 沒有 你話畢是姓鄧 大家就不會做些小事 然後昨晚西良做這個城寨新聞 就抓住來講 那你那個既然是用演員扮演的騙徒 那用什麼聲音經過處理呢 要入戲 其實他應該是 左下角那個是猩猩的 可能你老花只看畫面 聽聲音就不知道什麼事 他的target audience 應該都是老人家 其實這件事已經延綿了很久 我記得那時候和中港部選的時候 那時候是2011年 那時候民建聯 因為不當我是對手 他派那些傳單 不是中港部自己宣傳的傳單 都是提防電話騙案的傳單 就是平時區的雞丹 我們叫做 沒有特別選舉 我們叫做雞丹 雞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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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提防騙子 最好笑的就是昨天有一條大學子 又恕羅 說是剛入香港的 又說國家有任務 這一宗跟殿英強的小便和大老大 大小 forum 是兩個傳最多的傳媒 關於警方的 show 都是在Facebook宣传 而且这宗新闻整个个案放到一个新闻发布会 叫那条小子上去自己现身说法 怎么骗她 然后叫她说我们有任务给你 你想证明清白 你还跟我陪阿婆买电话 继续骗她 其实那条小子就是做了骗徒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报导 听听这个新闻 但其实我不太明白 现在听你的感觉我才不明白 但是我说现身说法 其实是拘捕了她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提仙这个小片大见语过的演员 是的她是受害者 受害者 应该没有拘捕她 但因为我听你的广告故事 他后来说要找她去骗阿婆 那她有没有做到这件事呢 应该有 她跟朋友说我说我不对路 好像被人骗过 然后她才报警 哦 即是叫港飘 她们叫 在香港又不懂得说广东话 她们叫港飘 而且她们特意为这些所谓 NDS 开了一个微博群 她们是没有WhatsApp群的 全部开了微博群的 而且会扩大这些群的群 现在是做了很大的 整天新闻是两分多钟的 有样子 好像设置了台 那样 要港飘报案实 这个陈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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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大陆下来的人是很容易中的 原因就是 这件事基本上内地社会是事实 你知道给钱就搞定 或者不知道为什么 你会牵涉到一些案件里面 第一 你也会怀疑自己父母那么有钱 那时候是否有非法的交易 一定会有些非法的交易 第二 就算有的时候公安打到来 给钱搞定 这件事是常态 在台独其他 你以为香港一国两就应该香港一样 一国一仔 所以正常我们受骗 我觉得是相反的 但我经常提及 这些电话骗案 我觉得就算现在有什么 电话卡识明制的时候 我觉得更糟糕 因为以前通常有些不明电话 打来有些外国电话 即加852 现在呢 我昨天才收到的 是六字头、九字头 和四字头的电话 说自己的卫生署 昨天我六字头收到卫生署打来的 他好像正常扑上政府的 一段卫生署打来的 一段卫生署是没有口音的 听起来是纸无纸 怎样我怕中招呢 因为我之前真的打过卫生署 报我自己的确诊 那类东西 我真的有电话 咦是否又找我多次呢 我就想 我怎么会六字头呢 我也要想一想 哪些不奇 你说到什么国安这么严重 现在有人无认政府部门 你都可以 你平时国安就是查支联会 你只是查阳村案 这些反而你不查 很奇怪的 这些案子怎么这么多成这样 以及以他们的能力 所谓对社运人士去截厅也好 或者有资源做 为什么不做呢 你会追查到那个电话哪里 如果你本地打下去 追查到的 信号哪里 又不做这些事情 没有的 我觉得他们很忙 就是等于你再追下去 他就会给你一个123里 我心想都是那一对的 迪迪志远 搞这么久 123几封信给你 我已经收到你的投诉了 他真的当你臭死了 我真的当你臭死了 这一件事真的很好笑 我真的觉得 迪志远你也不能臭死了 拿着封的对着镜头说 这样 不是他可以很恐怖 他真的可以走去 1823的办公室 特首叫我找你 他应该以为 我做他的公关的话 我做他的PR 我做他的议员 我做他的议员助理的话 我就叫他这样做 你反正都扔了封信出来 不如你下一步 你就走去 1823的办公室 特首叫我找你 他直播 他做Facebook直播 看看你气不气我 我说MIRROR演唱会这么大 你是不是这样气我 是的 有些人 我们认识的以前区议员 辞了职手去做他助理 不如带条件给他 是的 有几件是他走到那边 有得想 不过这些他们不会做 反正我们都自向远达 都打算做这个冯伟刚 请我 我可以的 我有经验 我之前的Facebook搞得不错 拿些view数 可以的 做这些公关东西 是不是 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去帮冯伟刚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论讯 我们不是迪志远那些 我们利用冯伟刚去对叶柳他们 对了 应该是冯伟刚 他不去 大家的目标一样一致 在这个情况 帮你狗咬狗骨 其实说一说去这个英女王 就是领事管理道理 英女王的志远都没有去 你说其他所谓 梁振英有 有英都可以去 叶柳有 因为他们后台硬些 他们去反而 反而 够僵没事 够僵的嘛 梁振英假假的 都是国家领导人 用特别通道 是不是 这个 这个 阿叶柳 阿叶柳 可能就是纯粹用了一个长子 在废老通道而已 哈哈 都是行政会议摄杂人 是不是 别人呀 迪侠 在伦敦都自己排队 排十三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文翠山 大哥 文翠山的地位更加高高 迪侠 都是受分过大一届平民 文翠山作为前首相 他是国王登基会议的必然成员 都要排队 但是都是排队 都是排队 那你香港成何体统呢 是不是 你用特权 香港就每个人用特权 你都 如果这么说 迪志远其实挺有标志性的 因为 迪志远真的告诉你 其实我们没有特权的 我们都是一事同行的 你打去一八二三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这件事是有标志性的 其实很可怕的 你说一八二三这个 我以前做议员的时候 是教一些街坊 你可以不用找我的 自己试一下一八二三都做到事 但是其实我听到内部他们说 所谓的区议员这么低层 都会优先处理的 不会一八二三复的 就是找回那个政府电话簿的 找回那个fax 他真的会复回你的 不要一八二三复的 这个层次 直接连区议员都不如 用一八二三复你 应该这么说 我一八二三有打他的时候 他是复得快的 但是复得快之余 是不是相关部门会做事 这两个问题 一八二三的职员 那些职员我觉得是 盡责的 但是到转界那部分 相关部门是否真的执行呢 这个就是问题 是 是 你说那些什么嵌树 什么通渠 那些都熟了 都是那个玩法 他们收到那个电话 有人处理 那部门那里 一八二三只是中间部门而已 他说一些 在我漫长的就职经历里面 我曾经是听过一八二三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 因为那时候一八二三 如果他们收到电话 在跟IT有关的东西 他们的一八二三的人 就会转界到我那时候做事的 通常是跟什么有关呢 就是跟邮政局当时有的 E-SERC 好像是做一些身份认证 我不太记得 其实都很流的 说真的那句 其实 当时听到一八二三 他们发过电话 说话的人 老老实实 其实他们可能都很适合 总之接到电话 问这件事去那边 他们做中场 他们有没有人看片子 我怎么知道有不同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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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看不到 你应该 你跟IT有关的 才会射过来 射你 其实应该说 会不会在想 那些老人家 譬如上了一些闲网 这个电话 一锁掉了 就进不去 没想到一八二三 找回科技处 这个叫什么陈东 不记得什么名字 会不会求助到 这些锁掉问题 老人家上闲网 对 上不了下网 孙局长怎么办 这些智能电话班 应该是你们区议员做的 有做 但是没有靠上下网 这个 你可以转型 这个地区 这个补习 即是大班 变成一对一 这个智能电话班 你可以实验一下 至少找土伯 可以团购 10个人一起订帮 有接货 有数 但这个团购 是智能电话班的行业 你单对单对到土伯上 先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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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小心这个 所以现在尤其是周阶 这个都是大老千小骗徒 对不对 邓炳强自己绑一个局长 也这么说 还有整个整件事 我觉得最黑色幽默的地方 就是你那个 你摆出来 你是很讽刺的一件事 就是你大有大的格局的黑色幽默 小有小的格局的黑色幽默 什么为之大格局和小格局呢 小格局就是你推出这个大老千 小老千大老千 小骗徒大骗徒 这条片之后 接着你法庭又有警察的案件 那宗警察的案件 四宗 其中一宗就是说 无间道 刘慧强 刘慧强也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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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磨底踢爆 这个反黑组 去找人 去找些小骗徒 来扮倒客 给警察的反黑组掃 扮掃 整个掃掃是 是好像舞台剧那样 搭出来的嘛 然后原本是 臥底 黑社会臥底 想去捉一些 黑社会的叔父出来的 不是 是叫黑社会的臥底 回去景著谈 整个上 大家不知是否像这个 凡器工心那样 在彩排在围读 像高智森那样 做整个反黑的画剧 不是的 你想一想一想 遲些可以 即是景对高智森 有得玩 上评堂先 是吧 那些表情 那些酒位 怎样搞 才会刺激 重点是真的 重点是中了大佬千 原来警察真的是大佬千 这里才是死的 后那个先 警察才是最害怕的 真是大佬千 是的 其实说真的 有时候我不是想说 现在香港政府是怎样的 但是有时候 你说什么 你就会坏过一犯 那一刻才好笑 无力标 即中无力标 即中 真的不用等很久 一两天 大家就不要笑老蕭了 你每次都是这样的 好了 刚才说这个小格局的问题 已经是小格局了 大格局是什么呢 因为邓炳强拍这条片 就是为了讲柬埔寨的嘛 是的 原压人员 是的 那问题就是 你同一时间 你有局长在柬埔寨 就劝说要在柬埔寨 去对着柬埔寨 或者东南亚说好香港故事 一早上回香港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是个骗徒的话 我与时并进 我说与应华都在柬埔寨 说柬埔寨很多机会 很多人来投资 会来香港的 对不对 柬埔寨也有钱人投资来香港 那柬埔寨 怎样不会有钱人请你 由香港请你过去做事 那我怎么回答呢 我想问问邓炳强 照过去 照过去 方舍 整班人有没有夹过口供的 哈哈哈哈 这头叫人不要去那头叫招商 对 还要去柬埔寨招商 柬埔寨 像你这样说 那么多有钱人 经济那么繁名 还比香港有钱 搞得要劝他们来香港 否则你也不用说香港故事 你也想到整件事 搞得香港自己接待 你比柬埔寨 要找人来招商 然后 然后 然后你自己的 经商局 现在他不是说了名 那个局长 记得了 当然 那本身是东盟会议 刚好在柬埔寨开 那他就不是金边 他在金边那里开 就不是去西克鲁克港那里开 金边也一样 那么坏 其实这些又是公关 我够姜的 你不就走到西克鲁克港那里看 顺便一场去到柬埔寨 是不是 可以动你那些什么 你猜真是夹了你堂堂一个局长 真是立刻夹你去 进去打电话吗 大哥 我是邱映华 当然不夹了 反过来做公关宣传 我们整班高官来都没问题了 多安全 多安全 我刚才掃完一锅 立刻夹你进去 然后打回来香港保安局 我打回给邓景祥 还有我是邱映华 这一锅是邱映华 不是都派别人去救我 然后Facebook是什么 这个丑闻在香港爆发 香港高官东盟被被绑架 那些网络是否属于Bitcoin 即是上网赌博那些 刚才他说的什么 很多弹出的广告呢 因为你知不知道 最近是什么 终于到李家超 即是Facebook有些广告 会很流行加一句 这个丑闻在说什么 类似说什么 或者他说话的时候 不记得了 设计咪 有句话 中文写出来 通常都配了一些正要 或者是一些艺人的照片 通常都好像随机抽 有陈麥波的 我抽到 你抽到陈麥波 我抽过谭永伦 还有前金管局的 那搞到要李家超特首办 发声明说我们没有接受过有关访问 不如这么大件事 无认你啊 无认特首啊 然后就只是出个声明 我们没事了 我们转交了警方 不如转交了123吧 不如转交了123吧 警方在哪里交回头 所以浪费你 邓炳强你说拍完这些片 不如实际上 你不用找演员了 实际上在现实上取材 我刚刚我传了一段新闻 传了一段新闻给两位 但我自己发现自己找不回 大陆那单 记得这个 就是用一个便宜于市价 几百元的预订iPhone 之后就收到一个 就是他有封信挺好的 其实骗徒这个挺有良心的 再讲清楚 之前我讲一讲 因为内地就是 因为我不用iPhone 我不知道最新出的 14最新是吧 14 Pro 那是否一个网站 还是一个电商 这个平台 如果看网页 如果看网页 你传了给我之后 我找到香港019报道 其实那篇 你也有截图给我的 那篇 那篇 他提到有两个名字 一个叫优乐扣机 另一个叫逆联购 逆联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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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联购就是集体网购的公司 至于那个优乐扣机 其实就是一个应用程式 就是你当好像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有个叫Carosel 就是香港很多人在那里做拍卖的Carosel 我估计就是优乐扣机 就是类似那些拍卖网站 而二联购就是在这个拍卖网站里面 就放了这个买机的广告 那现在得出来的 现在你说的那篇道歉啟事 就是说我押了你的钱 就是二联购 而在166 扣机就已经发表了声明 就说 是啊 他们骗人钱的 不过不关我事 就是这样的意思 他们又因为可能用 用一些挣押预订费 其实每人就骗几百元的 预订费 但是就集资了一轮 预订就说明自己着草 是吧 那篇道歉信怎么说 这个我都说我还没找到出来 靠一下Lance 我传给你了 我传给你了 你读读你会好听点 我读吧 什么叫普通话 千万你孤屈朋友 读作伙伴 尤其他感谢你的支持和陪伴 我们跑老了 抱歉了 这个是要煲的 黑体的 我们跑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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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你了 但是这个社会 这句我说得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大学 有一堂教你怎么写议论文 要摆上头 结论 先摆上头 那句叫topic sentence 因为教英文 因为是英文 因为很记得的 他那一堂就是这样教我们 因为我们中国人和英国人 或者英文 寫的东西 英文字叫discourse 我不知道怎么译 总之那个语言的背后的习惯 是很不同的 大家说话的态度是很不同的 中国人就喜欢讲故事的 今天我去了哪里 然后看到海边有很多垃圾 然后就想起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 这是中国人的discourse 说话的方法 但是英文不同 他就教我们现在就是 你在英文 最好就是立刻 开宗名义 就写一句topic sentence 你第一句就说明 写篇文说什么的 就好像这篇一篇 那样了 我们走的路 一开广 对不起 不需要说那么多谎话 下面可以不看的 可以不看的 开宗名义 知道你的篇文说什么的 OK 继续 第二段就是 但是这一个社会就是此 人心难测 永远猜不透 希望你在以后别太相信人了 有时候你的一份信任真的容易 换入一份失望的 金钱很容易让人迷失自我 其实他骗够人 他也迷失自我 所以这个社会 这个网络是肯残酷无情的 你无法看透 哇 心灵大意 不好意思了 希望这次教训能让你更明白 也不要大觉得失望什么的 就当这次教训罢 我们也需要钱过日子 也许这次会让你感受到打击 但是不要失望 钱没了可以再赚 没什么的 又落 那些去买回 那些去买回 他现在下定了 我理解 那些去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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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下定了 我理解这个报道值是下定了 那几百元 好像是 不是的 如果根据HK01的报道 他说有一个人 有个苦衷便写 他就下了十一部iPhone14 四部iPhone13 那么总数是十五万八千 这个人就被骗了 这个比较重 这个真的有个神 没有十五万八千 没有一个神 怎么办 都没有骗够 不过其实割育那一阵 应该是在10年前 已经要割了 那批都要割了 现在去了柬埔寨被人割 所以我就不是去买回 赚完人数差不多就被人割 但是我突然想起我 我剛剛錄到另一宗新聞說坐過山車是可以醫神石 因為坐過山車坐水神石比所有現有的醫療方法更好 這篇文章是否廣告還是什麼來的 真的是我剛剛才看到的 新東西這個我未聽過 我們下次再開一個節目去討論一下 這篇文章我經常覺得我經常介紹自己 或者是這麼巧合得這麼巧 我中文又不聰明英文又不聰明 不知為什麼就去做一些跟文字相關的工作 我不敢說自己是文字藝術師 只能夠說介紹自己是做一些冷字的人 我真的中文也很差 我剛剛才有網友跟證我 昨晚說羅家英的時候說粵劇粗藝 我讀錯了粵劇粗子 我經常有些錯字的 大家慢慢收拾吧 我讀翻書的 我從加拿大回來的 我中文不好 所以這篇文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 他幾種語氣都存在 他一方面高高在上教訓你 但一方面又誠心向你道歉 接著就加一些心靈雞湯的東西下去 我覺得這篇文章是厲害的 這篇文章的情緒起伏很大 握握完你就很生氣了 生氣完之後社會就是這樣了 人生破七下千 不要再信人了 今次學精一點吧 然後他說迷失 其實他自己也迷失 暗時緊張 我也是今次迷失的人 我也不想的 他說最小的錢 你沒有錢給我 我怎麼騙你 我也不想的 即是那些什麼 我需要還錢給你嗎 我憑我自己的本事借回來 為什麼我要還給你 你有本事就拿吧 我沒聽過 我自己都說我聰明 我請了錢多了 是我本事來的 是我騙到你 我說你蠢而已 要乖乖你自己 憑我本事借回來的 那些錢是 我真的沒得寫 你想說什麼的 Steve 剛才 不是啊 我拆開一點話題 你經常說自己讀翻書 中文不聰明 每次土伯都問你這個中文 為什麼 其實他是不是問錯人 他不是問錯人 他懶得打中文字 進去電腦那裡 Google 因為他這部iPhone 他要手寫的 寫得慢 手寫不前 我打字我會快一點點 但我打字我都不快 因為我不懂得蒼蠍的 你看到我 你看到我普通話拼音 你可能真的沒見過我 我是什麼書籠法都不懂 我怎樣入字呢 我去Google傳載 他可以當作麥克風筆 寫字 我這樣入字而已 你連那些什麼九方 那些都沒有 不信那些都沒有 不信 以前Lokia年代我都算熟 現在就真的忘記了 真的 那你不需要了 你是IT專業 你寫暗測而已 對 說回這件事 那怎麼辦呢 接著要說什麼 用這篇文 那怎麼辦呢 寫完之後 我打算擺Patreon 我們花生台 遲早都要用 走路之後 不好意思 有10ページ 是的 我們預計了 大家給Patreon 我們 但是我們預計了 隨時收檔 不行的 或者可能我們不收檔 但都變捉石台 要生存浪美 要跟湯家驊合作 或者跟迪志願合作 再不是要請馮偉光 上來做台署 你一選我 我選迪志願多些 或者湯家驊就不好了 危險 很好笑的 我看到除了我們之外 沈旭輝不斷追著湯家驊 我也有聽 沈大教授每次開場法都是 本人在黃隱的學卿 在香港法律界 曾經排名第十一的大律師 湯家驊前輩 挺尊敬他 然後每次講起湯家驊 都說 例如今次英女王 就說 駁斥湯家驊 十一個關於英女王的謀論 以前我們中國人 或者是三個代表 或者是很多這些數字的迷思 但是沈旭輝一寫湯家驊的事 當然是硬要儲存十一個點 沒有也有 十一個 明明九個加那兩個 他說他每次都做到 不愧為大教授 厲害 是啊 所以你說 這些握人的事 我覺得 其實 我曾經有一個想法 因為當時在 警訊 我想鄧炳強 做這些聲音 經過處理的話劇 應該那個想法是來自警訊的 但當年警訊 曾經是被人認為有個問題在於什麼呢 就是說他當時最出名的就是祈福黨 祈福黨原本是幾個人 或者很少數發生的一些事情 或者那個資源的源頭 都是一班人 我想每一時間 有幾個人全香港 突然之間有十個地方 突然同一時間 一聲想到這條條 是由第一單開始 然後警訊做了一個 咦又是這些 行了 糟糕 那就是 警訊做完了一個 模擬案情重溫之後 有個阿婆報警 騙了幾十萬 沒有一個祈福之後 關於祈福黨的案件是飆升的 哦 這條條子穿了 有一抄了 是警訊把這條條子發揚光大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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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說 最經典的就是性交轉運 有沒有印象 哦 這個好多單 之後好像當 但是當報紙好像補得很厲害的時候 都有人保持著會拿東西的嘛 性交轉運 就是這一樣東西 永遠都活動的嘛 立刻一排之下 所以怎麼宣傳都沒有用的嘛 是活動就活動的嘛 但是活動出來這件事情 始終那個事主都是會醒覺的 是 因為真的轉不到運的嘛 通常拉了的都是因為轉不到運 才告那條神棍的嘛 其實這條條本身是很大的風險的 就是 如果其他東西呢 其他東西你不準的話呢 你都還可以有得爭 可能很多性交轉運 我沒有暴露出來 因為真的轉了運 因為真的轉了運 真的OK的 但有些東西你沒有把握的嘛 那些東西是 除非你夾病的 就是好像這個 你那些什麼 除了手袋黨 不是手袋黨 那些叫什麼 電子黨 電子黨 或者是保虐黨 就是說你躲起來 有幾個做妹 做定妹 就是說 在現場立刻說 毀一隻東西升值 無論是補藥 或者是假裝跌子零件的東西 你買一品 你買一品就立刻搶你 我立刻和你搶 即場暴露 即場給錢 你要延長看到的效果 是的 這些神棍的東西 最重要就是 一定要給一些效果 即時的效果 讓人看到 你才會相信的 但最後 如果你要別人付出 這麼重的代價 結果是沒有效果 或者你不保證 有些即時的效果 讓人看到的時候 那條條條很容易穿的 而最重要是 其實其他看風水的 都一樣 風水講久一點 以連結 風水 而且他叫你 除了看風水 有便宜有貴 但是他叫你買一些 那些什麼水晶 買一些什麼石 那些 那些你不是很貴的 你覺得最後不靈的話 我心想了 我試一試不可以就算了 那就不會太過計較 性交 風水都可以 而且都可以說 你做足這些東西的時候 近來你又去過賭錢 或者近來你還算少了 其他因素 是去中和了 就是原本我擺一塊水晶 給你的一些好運 那沒辦法 你也咬得通 但如果你說 好像那些案件 性交選民那些 那些 你搞完 想想兒子回心主義 然後就和阿淑在那裡搞 搞完之後 兒子沒有回心主義 那一定怨你的 大哥 我不是說你不夠誠心 我不是說你不夠努力 那我也沒有關係 風水那些是長期投資 你騙人上場 其實彈球一殺那快 難道你騙完之後 還跟他繼續有聯繫嗎 說真的那句 不是的 通常那些性交選民 是不是一次過幾次的 初初就先看全照片 看看不對勁 看看我有相收的東西 試不試一下 是足報來的 不是一次過的 不是一次過 但你剛才也說了一個步驟 首先第一 看一個版本 好了看一個版本 可以騙一個 好了慢慢慢慢 終於去玩 等於等於三級片 慢慢慢慢將那個 Hardcore程度加深 加到某個程度 嗯我玩夠了 那就走了 這些短期投資 所以你說很易穿 其實我也覺得沒什麼所謂 他都吃完了 吃完了 你喝完了 對他們來說 真的沒什麼所謂 反而我覺得 是信會有性交傳聞 這個那個 真的 我不懂得說 我真的 其實我真的 有時候真的 懶得這個 好像那時候 阿昌昌也說過 有時候真的有 有種是好像 其實我知道你是受害者 我 其實應該是要同情你的 可憐人都有可恨之處 你真是不抵可憐 那些 死蠢了吧 我想 我們剩下兩分鐘 但我覺得 這件事看會很深 因為我選過區議會 我也覺得 這個世界 香港這麼小也好 是真的 什麼人都有 是 而且 資訊 他們可能真的 在平衡宇宙 有些人 完全不需要 跟外界接觸 我一到區 我也曾經接觸過 這些人 我不知道 男士是否有這樣的感覺 真的 這個世界是有些人 完全跟我們 對整個世界的認知是不同的 當然有 就是我在做某些服務令 就是 全門都問 有些性交轉運 嘩 你的頭那麼光 是否才看到你有靈光 有靈光 行啊 性交完之後 我給你 不如那些靈氣 不過你剛才叫 性交十次 未必可以的 可能第十一次可能可以的 試一下才知道 大家沒有損失的 是否才有快感 不如試一下吧 其實我們可以下次 對 那一分鐘 可能就是我們下次之後 可以收拾一些騙案 其實我打性交轉運 很多東西看 這些案件都蠻有趣 下次我們可以準備這些 和大家聊 有趣的救密 以身示範 這麼講清楚 對 大家看完之後 就不要嘗試了 一定會生意的 就算你怎樣都能夠 始終會上得山多中禦虎 反面交賽 上得山多中禦百虎 所以大家是 故意不要學 上禦百虎 更加要做 就是這樣 我們期待著 這個面子的專頁 性交轉運單 连个名字都改了